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今天给你们猜一个杂牌的电脑店员 说白了就是那种劣质货 标着高功率其实需的不行 还竟是安全隐患 这东西看着便宜 买回去可能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店员崩了 机器烧了 甚至家里用电安全都得搭进去 我做这个视频 就是想让大家看清楚 这些杂牌的真面目 里头到底有多烂 帮你们避开这种垃圾产品 省得花了冤枉钱还坏了设备 喜欢我这种硬核拆解的朋友 记得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 咱们不多废话 直接拆开瞧瞧它有多坑 大家应该注意到 我把这个包装盒上面的品牌logo 全部都把它划掉了 就是怕这些品牌方疯狂的投诉我 所以说大家明白就行了 大家看这个80 80Dubber 这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懂 这个是厂家为了混桥试听的 真正的80PLUS认证的标识 大家看清楚 这是骗那些小白的啊 同样的这里有一个所谓的80标识 我买的这个是600瓦的 型号是ATX500W 开关电源供应器 这个供应器是什么意思啊 输入电压是220V 直流输出这里写着有 正3.3V和正5V 总功率是120瓦 正12V是384瓦 负12V3.6瓦 正5V这是待机电源10瓦 总功率只有500瓦 这里标准是600 这两个是什么关系 咱们也搞不懂 强制3C认证 我刚才去3C官网查了一下 确实是有这一个电源的认证 咱们也不知道是怎么拿到认证的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内部的电路板 非常非常的简陋 我们马上就把它拆开 让大家看一下 拆解之前我们先看一看这个电源的重量 大概是965克 一公斤左右 这一坨线都占了不少的重量啊 这一根电源线的重量是90克 这个电源咱们拆解之前 我想了一下 在我有线的设备的情况下 还是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电源有多么的努力的字了吧 大家看一下 这个电源 它的正12伏 可以支持到32A 我们来试一下 看能不能拉动啊 我们直接负载仪 直接启动30A 如果能拉动的话 这个功率不算虚标 现在这个电源的风扇 已经开始转起来了 这边在工作 我们直接启动30A的负载 直接12伏30A 是可以启动的 但是它那个电压 已经被拉到了9V以下 我们再加一下电流 直接就拉熄火了 然后我们就是这种状态 我们直接给它测试它的纹波 我们现在把电源启动 我们看一下它的空载纹波 最高是在80毫伏左右 平均纹波大概是36毫伏左右 这个波形有点不好看 我们再来测试它负载时的纹波 我们先给它上10A的电流 也就是120W的功率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的纹波 最高的时候是130毫伏 平均纹波是100毫伏左右 我们再次把电流加到20A 也就是200多瓦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是186毫伏 平均纹波在171毫伏左右 这个都是踩着极客线来的 我们再次把它拉到最高负载 30A的电流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纹波 这个纹波已经超标了 最高纹波是241毫伏 平均纹波236毫伏 这种纹波已经超标了 还有就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正12V的线 这个电源能够支持32A的电流的话 这个线应该是承受得住这个电流的 我们只启动30A的电流 这根线就是非常非常的烫 只进行了30秒钟时间 热像一踩着 这根线的温度已经到了103度 刚才把我烫一下 由于咱们这个设备有限 只能做个简单的测试给大家看一下 这种电源完全是不达标的 特别是这个线 30秒钟就可以烧到100度的温度 而且还是在它允许的电流下 这个线就已经是滚烫的 大家说这个用起来危不危险 咱们现在就是直接对这个电源进行拆解 首先就是这根品质电源线 线身上面没有厂家的标识 都是一些数字代码 直接把这个插头剪掉 放大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电缆的横截面 不是同丝啊 好像是女丝 外皮也是非常的脆 稍微割一下就可以直接把它拉出来 徒手就可以把它剥开 应该是里面所谓的铜丝啊 非常的硬 刮一下就直接露馅了 都是铝线啊 兄弟们来看一下这个插头啊 既然用的是铝制的 轻轻一掰就弯了 这都是偷工减料吧 卸掉外壳的螺丝 直接打开外壳 风扇取下来 这就是内部的电路板 品质插座也把它卸掉 插座内部的触点 铁的 卸掉固定主板的螺丝 直接把电线全部剪掉 继续拆掉主板上面的螺丝 这就是主板模块 底部竟然放的是一块海绵啊 这个能起到什么作用啊 这个铁皮非常的薄 现在看一下主电源线 这个外皮 我直接用手指甲都直接可以把它剥开 一样的是铝线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电线 再把这个线剥开看一下啊 大家说这种材料能过关吗 这里面全是铝丝啊 铝制的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 然后把它全部拆散 再来给大家介绍这个板子内部的电路 即原机剑 这个电源 我把它全部都已经打散了 它的电路架构采用的是 斜阵半桥 加二极管整流 再加刺激反馈 这样的一个总的一个架构啊 我现在给大家按电流走向的一个大致的顺序 来介绍一下它的电路元器件 然后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电路设计有什么危害 首先是一安卖部分的元器件 四安255 速封慢容保险师 厂家未知 打引号的一颗 铜带式共摩电杆 X2电容的位置 没有安装电容 四安600伏的 整流桥堆一颗 厂家未知 高压电解电容两颗 容量是560微法 耐压只有200伏 东莞金源电子出品的 这个是一家民营企业 厦门红发电子出品的 薄膜电容一颗 规格是一微法 250伏 再就是电源部分的元器件 首先就是这两颗MOS管 未知厂家 13009开关管两颗 台湾友顺科技旗下的 杭州有望出品的 UTC7608D辅助电源 芯片一颗 芯片类置 高压MOS管 两个迷你小变压器 稍微大一点点的迷你变压器 这个是输出带机电压的 旁边两颗二级管整流 东莞金源电子的 1000微法16伏的电解电容 还有一颗 470微法16伏的电解电容 来进行滤波 中间还有一个 6.8微痕的电感 同样是有顺其下 杭州有望出品的 UTC7590高压斜阵控制器一颗 这颗控制器 驱动两颗 C1384三级管 再用最小的那个迷你变压器 辅助驱动这两颗 13009开关管工作 主变压器一个 初级引脚只有两个 次级引脚有六个 分别输出12伏5伏和3.3伏 然后就是次级输出部分 厂家未知的 100N03开关管一颗 由UTC7590驱动 厂家未知的 MBR40100消特机二级管 用于12伏5伏整流 同样是厂家未知的 MBR2045消特机二级管 用于3.3伏整流 这一个八音角 混合扰制的一个电感器 用于输出滤波 然后次级输出电解电容两组 厂家都是东莞金源电子 2200微法加470微法 厂家都是16伏 2200微法加1000微法 厂家都是10伏 还有一些小的这种小的电容 都是深圳中天电容出品的 用于芯片供电 最后就是反馈隔离电路 431稳压芯片 配合817光偶进行反馈隔离 这边安装安规电容 这边安规电容 一共三个安规电容的安装位置 然而它只装了一颗 1000匹法的安规电容 你们以为这个电路 没问题 无所谓对吧 别人不讲给你们听 我来讲吧 这个设计简直就是教科书籍的 捉死四件套 缩水 偷工 刀刀致命啊 首先是第一刀 砍在密门上 EMI滤波电路直接残废 看到没有 这个X2安规电容直接空汗 这个玩意儿是防雷击 抗干扰的核心 它一省掉 你家的电网打个喷嚏 这个电源就跟着抽风 更烧的是 供膜电杆用的铝线 冒充铜线 铝线的电阻大家知道吗 同样的电流下 发热量比铜线高1.6倍 第二刀高压区埋雷 电容玩迭迭勒 飙升600瓦的电源 高压母线居然用两颗200V的 电容串联装逼 兄弟们 380V直流母线 电压怼上去 但凡电容电流不均衡的话 分分钟给大家表演 电容炸裂烟花秀啊 正规军都是单颗450V的电容 直接正常 这个山寨货为了省几块钱 那是把你的电脑变成了定时炸弹 第三刀 驱动电路 穷到掉裤傻子啊 13009开工馆 虽然是杂牌 但是好歹它也是一个老将啊 结果驱动它 用的是几毛钱的C1384三级管 再配上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驱动变压器 这种组合来推600瓦 电流一大 直接死给你看啊 对比正规LRC电源用的 集成驱动芯片 这种三代方案 就好比是28大杠的自行车 拉一个集装箱 第四刀 是隐藏的杀招 外电容也敢阉割啊 这两个位置是没有汗的 三颗安归电容的位置 只装一个 漏电防护 直接腰斩 哪天你摸着机箱发麻 别怪我没有提醒啊 这就是省掉外电容的福报 更离谱的是 整机连个MOV 压敏电阻都没有 插头一拔 火花带闪电 主控芯片 当场升天 兄弟们 这个廉价的电源 我已经把它拆了 该测的我也测给大家看了 电路也给大家分析了 你们一定要记住 凡是吹600瓦 便宜的大碗 还卖你几十块包油的 直接拉黑 这种电源轻折纹波爆炸 烧硬盘 重折电容放炮 引发火灾 别以为挂着电竞 超频的名头就安全 看看他用的这些电容 五伏输出 用十伏的耐牙 长期高温下 容量暴跌 能剩30%的容量 算他吉得了啊 我能做的就是把这些产品的 危害 都给大家说出来 这个视频 能够保留多久 我也不知道 有可能会引来这些 厂家的疯狂投诉啊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手机 你们的支持 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